一场惊心动魄的斗兽赛就要开始 观众席上坐满了人 两只老虎被放出来的一刻 大家都废同欢呼 打斗间 两只老虎突然对视 认出了鼻子 他们是双胞胎兄弟 出生在印度的原始森林 那里纯净天然 没有纷扰 只有鸟鸣 在破旧的神庙里 他们的父母结合 不久后 剩下了虎兄虎弟 一家四口在这里生活 每天快乐无忧 兄弟俩最爱的 就是在河边吸水 争夺地上的一颗球球 因为有父母的庇护 他们不用学习捕猎的技术 遇到凶一点的欢 弟弟都会害怕的躲在树上 哥哥 最后挺身而出 用低吼 这样的护主 人类的到来 打破了这一切美好 一家人远远的看见 人类拿着武器 朝森林走来 最近拍卖会上 神像的价格很高 猎人看中了商机 带着队伍前来挖掘 胡爸胡妈 看着逼近的人类 意识到危险 赶紧带着兄弟俩 躲了起来 很快 人类进入森林 开始到处搜寻 用火药和工具 将有价值的东西夺走 他们发现 躲在里面的一家四口 想到抓到可以赚一笔 于是拿起猎枪追踪 为了保护孩子们 胡妈带着弟弟 躲进树林 胡爸和哥哥 留在神庙 追过来的人类 对着他们开了枪 为了保护孩子 胡爸倒在身前 他被杀了 人们将他的尸体抬走 想着可以换取一百五十笔锁 哥哥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他以为能逃通厄运 被关起来带走 他记得开枪猎人的模样 并借着喝水的机会 用自己的右指 咬着他的手指 可慢慢地 他喜欢上了猎人的怀抱 被他给的蜜糖吸引 猎人一路照顾着他 他们来到附近的一座村庄 村民发现他们偷取佛像 悄悄叫了警察 猎人被抓了 留下哥哥在他们手上 告发的村民将他困在阳台 打算找个机会将他卖掉 无助的哥哥一直哀嚎 夜晚 胡妈和弟弟寻生赶来 打算将他救下 可孙明听到他的吼叫 立刻燃起熊熊火把 无奈 他只能暂且藏在附近 哥哥被卖给了一个马戏团 胡妈一直在暗中观察着 看到孩子被绑在后车厢 他立刻飞奔上前 司机通过后视镜看到了他 立刻摆动车头 将他甩开 胡妈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孩子 渐渐远去 哥哥被带到了城里的马戏团 巧的是 猎人被关押的监狱 就在马戏团隔壁 他被当地长官救了出来 长官需要他的帮忙 陛下马上就要来访 如果能让他开心 同意在这里修路 他和妻子就能离开 这个荒洋的鬼地方 他拜托猎人去抓捕老虎 让陛下明天来狩猎的时候 高兴高兴 猎人答应了下来 开始在森林设置陷阱 胡妈被抓住了 现在只等着这出戏的主角到来 第二天一早 罗虎喧天 陛下携着女伴来访 长官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他们将抓到的胡妈放出来 赶到陛下面前 幸好陛下的枪法不准 只是打装了胡妈的耳朵 机制的胡妈顺势躺下 配合着将这出戏演完 在找准机会 在众人不注意的时候 逃回了森林 陛下颜面近视 长官赶紧赔不试 说自己会抓到一只活的老虎 送到他的面前 长官的儿子全程参与 他带来的狗狗隐蔽在山洞中 发现躲着的弟弟 儿子将他带回家 给他取名 桑家 并将他养在身边 每天和他玩耍 与他入睡 在儿子的照顾下 弟弟过得很舒心 被送到马修团的哥哥 没有那么幸运 目睹父亲离世 还被人买卖 与亲人分离 哥哥幼小的心灵 没有了依靠 他被关进笼子里 无处的哀嚎 想寻求隔壁大老虎的安慰 可他的到来 是取代他的 他又怎么会愿意释放善意 听到哥哥的求助 大老虎默默地转头 缩菜小鹿 哥哥彻底失望 看着眼前的一盆鲜肉 不愿进食 训手师说 他必死无疑 想着卖家算账 隔壁的大老虎见状 于心不忍 默默靠近 伸出了自己的尾巴 在他的动弄下 哥哥恢复了活力 终于愿意吃东西 可现实总是残酷 有了新的替代品 旧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他们打算将大老虎卖掉 刚好 长官这边需要一张虎皮 赠送给陛下 他再次拜托猎人帮忙 他来到马戏团 一眼就认出了哥哥 看着他可怜巴巴的模样 再次拿出了手中的蜜糖 安慰他一切都会好 猎人花了一千笔锁 买下了大老虎的虎皮 关着他的牢笼 也换成了哥哥 自己依靠的一个个离开 哥哥的生活 已经没有了任何盼头 虎皮被送到了陛下家中 他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 这不是自己打中的老虎 因为他记得 那只老虎受伤的耳朵 是另一边 为了弥补 长官只能再想办法 找一只活的老虎 下逢此时 在家中的弟弟 在和狗狗玩闹的时候 暴动了天性 不顺将其猎杀 长官不理会儿子的哭汗和保证 将弟弟送给了陛下 陛下用一个笼子 将其圈养 兄弟俩就这样 在暗无天日的笼子里 过了整整一年 虎兄虎弟都长大了不少 哥哥在马歇团里 也被逼着跳火圈 他不敢 叙手师就用暴力和枪支威胁 在一顿毒打后 他跳了过去 叙手师自豪的说 对待畜生 就是要这样 他们贴出了海报 表示有凶猛的野兽表演 可以观看 以此来吸引观众 陛下的仆人找了过来 他们想要让马歇团的这只猛虎 和陛下家中的猛虎 来一场决斗 在打好价钱后 他们约定了决斗的地点和时间 决斗当天 赛场上坐满了打官贵族 他们都对这场对决 充满了好奇 在他们的世界里 似乎只有更加残忍 才能生存 第二人也来观看 他走到后台 发现哥哥已经长大 他早已不像小时候那般 充满活力和好奇 眼神力 尽是疲惫与无力 看着猎人从口袋里拿出来的蜜糖 他不再兴奋 而是扭头倒地 这场决斗很可能要面临的是生死 猎人想将他放走 却被逊手失阻挠 为了利益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陛下一声令下 决斗开始 弟弟被放了出来 观众旗上的儿子一眼就认出了他 激动地喊他的名字 哥哥也紧随其后 被逊手师赶出牢笼 他们打了起来 不分上下 等哥哥被压在地上的一瞬间 兄弟二人对视 终于认出了彼此 他们停止了打斗 像儿子般打闹 观众都忍不住吃笑 逊手师见状 赶紧拿起棍子 逼迫他们继续斗争 他们终于不再压抑 愤怒地反抗 在互相配合下 找到了逃离的机会 观众集里除了儿子在叫好外 所有人都吓得慌忙逃窜 兄弟俩在逃出斗手场后 哥哥还下意识地跑到 一直居住的笼子里趴下 在地里的生生呼唤下 他才突然醒悟 逃离了牢笼 奔向自由 他们一直待在附近的村落 因为不会狩猎 找不到东西吃 只能抢劫车辆 闯入民宅 弄得附近的人名不聊生 长官只能再次找到猎人 拜托他出手帮忙 猎人虽以猎杀谋生 却也和长官的儿子一样 爱着这两只老虎 他发誓 等所有的事情结束后 再也不哄猎枪 不骚扰雕像和老虎 回了老家和心爱的女人结婚 然后当个作家 儿子相信他 并提议 在明天的行动中 找个机会 让兄弟俩回到森林 猎人听取了他的意见 在第二天放火围剿的时候 远远地观察着 哥哥练习过跳火圈 勇敢地飞越火线 弟弟有些害怕 他被亲身教学 两虎互帮互助的一幕 感动猎人 他跟着他们进入了森林 儿子也悄悄跟了过去 他终于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弟弟 他知道他认得自己 并不惧怕他 只是嘱托着 永远都不要回来人类世界 猎人也和哥哥道别 他口袋里的糖盒空了 只能用言语表达 想了道歉 是自己的到来 给他们一家人这么大的伤害 他们目送他们离开 听到远处有鼓叫在呼唤 是耳朵受伤的虎妈 他一直在这儿等着孩子们回家 看着他们团聚 猎人和儿子也终于安心 这种感觉很奇妙 也很棒 让自然回归自然 让生命得到尊重 虎兄虎弟 一个现实残酷的童话 人与自然中间夹杂的利益 让一切原本纯净与美好 在动物面前 人类的丑恶一览无余 除了全真的孩子外 其余人都变得残忍虚伪 在亲身经历后 举枪谋生的猎人 不经心有波动 最终放下猎枪 选择用另一种方式 看待人与自然 互不打扰 包容和尊重 其实也很简单